OMG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進去呢 看他有多厲害 喔 這 這個可能 目測222吧 2223 2021年的 年度金雞獎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輔社長Ninky 那大家看到影片的標題的話呢 應該也有想說 欸這又是什麼東西了吧 那其實呢 是有介於就是我頻道也有介紹過 蠻多不少BL的作品嘛 甚至有一些像是日本常常會有的一些 BL大賞啊 然後什麼2021必看啊 等等的一些作品推薦 那其實我們團隊在開會的時候 就有在想說 大家這麼喜歡看這種什麼大賞啊 然後最佳 TOP公啊 然後不可錯過 TOP秀啊 還有什麼 嗯 最佳新人獎等等的 反正獎項一大堆 但怎麼就沒有一點點 比這樣H黃色一點就是 不可拿出來明說的一個獎項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誕生了一個 就是私人自己舉辦的 叫做 2021年的 年度 金雞獎 整理呢 就覺得 十個非常不得了的dice 給大家來看看 見證一下我們的品雞達人 來看看我們今天十位是否都可以 符合我們的這個 金雞獎的資格 多登我們冠軍到底 寶座是誰 好那今天也是抱著黃標的風險 來跟大家做這支 荒廟的影片 雖然是荒廟 但是我覺得呢 應該也是會言之有物的 大家應該會很好奇說 我們最後的 冠軍寶座到底是誰 因為今天的排名呢 是我們團隊當中的兩位員工呢 就是私底下討論出來 那我現在其實社長是還不知道 他們到底選出來實名到底是什麼 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好奇啦 跟大家一起來揭曉這個名單吧 你有沒有心中覺得 一定會入選的名單 我自己心中有一些名單 因為它是非人類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很厲害的 就像我這次頻道有介紹過的 怪物與野獸 應該有那一本 我們就先來開始揭曉一下 今天的榜單 2021年最佳金雞獎 入圍的有 這七位這樣子 不止這七位 入圍的有十位 但是前三名 經過我們的票選之後 我們決定以頒獎的形式 所以是 這三名是太厲害了 大家是看不到他們的 車尾燈的意思是不是 對對對 沒錯 ok 好好好 個人是覺得一定有那個 王子蘭 就是那個凱烏斯 然後還有那個怪物 我覺得是一定會有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揭曉 我先隨便猜吧 這個是以前能摺情書的一個意思 這樣子 對 對 這是一個紙條的概念 登登 偏偏當中的師傅 這個應該 香蕉吧 小香蕉 這也有香蕉而已嗎 到他的腹筋 目測22吧 2223 喔這上面還畫了一個 奶油在上面是 所以小時候有被菊花盛開就對了 沒錯 而且他的小獸跟他的師傅 是有自己差的 喔 好 ok 有龍乃大啦 我們這十位小獸都是有龍乃大的 非常厲害的 黑洞 簡稱黑洞 這個我覺得當第一個開胃菜 好像還可以啦 我個人覺得 看起來還蠻溫馴的 喔他比人魚線更高喔 這個 這個可能 沒關係我們今天是用金雞獎的概念去看的 所以他這應該是 就還好這樣子 我們不能跟一般人比這樣 對 好 第二個是這個 這個是喔 開貨關的 姜李絲 等一下 這有一點 喔我這個 我的 我見機師 我這個 真的有點誇張喔 這應該是一把 30公分的長尺吧 我覺得 嗯這個姜李絲真的蠻厲害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 不要惹李絲 不開心 對對對 接下來呢 危險便利商店的大叔 我覺得那個韓曼他們都畫的很有創意 你知道嗎 前面兩個是長 他這個是 寬欸 真的 我真的頻道會忘掉回去 張李絲目前還是蠻厲害的 再來第四位是 獵人穿梭的正太他 他有嗎 你可以看影片 因為他是AVO 所以他在做的時候 就是Alpha的身體會很大 喔我知道 沉潔的部分來講的話 但是因為 獵人穿梭的功太酷叽叽了 可是他真的很帥耶 我自己個人很喜歡這部漫畫 如果想看這個漫畫推薦 你可以看我這支影片 今天全部都韓漫耶 沒有日漫嗎 欸這還沒開到而已 喔還沒開到是不是 這麼熟悉都好 都是韓漫 還是一樣 狼魚狗的時間 他這個打光已經打到就是超明顯的了耶 但坦白說我覺得他機仔沒有畫得很好 我現在已經是挺機師的一個概念了 我就覺得這個球畫得可以再 嗯立體一點嘛 這個太可愛了 就是他畫的就是很像一個雪人 你要真的看他的真身 他的球上面的其實沒有到很長 江里斯目前還是很厲害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登登 綠色眷相的馬修 喔馬修是號稱寶特瓶嗎 沒錯 我們黑社會老大也不是吃素的好不好 喔這個這個基本上我感覺有一點厲害喔 這個應該有比師傅厲害 好的 那再來第七個呢 就是我的警察先生喔 這個也是肚臍以上的 我覺得現在我看已經麻木了 就是肚臍以上我都覺得好像沒什麼特別大不了的 就是感覺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這樣子 還有前三名是不是 好啊我已經準備接受那個非人類的尺寸了 先翻書 喔我有猜到 前三名入圍的有 怪物與野獸的科福 他真的 喔 大叔真的是 吃得很兇耶 真的就是很懸疑 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進去 嗯 也不知道他很出來的這樣子 那你的水壺拿過來 這應該是 超過絕對超過 我覺得應該更胖耶 我知道了 家庭號的可樂 差不多是這樣 肚子好痛的感覺 家庭號的可樂到底是怎麼 怎麼有辦法 再來下一個 喔 我怎麼沒有想到他 他是南昌 對然後他就是算很厲害喔 就是你平時看他的時候就機關頭無害 但其實他脫下衣服的時候超級嗆的 反正就是一個非常可怕的鞭子 超級無敵賽亞人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有比科福厲害喔 還有一個也是剛剛有猜中的 喔 凱烏斯對吧 喔等一下他們沒有正關喔 OMG 等一下凱烏斯沒有蛋蛋耶 為什麼沒有蛋蛋 等一下我覺得科福好像比較厲害喔 啊因為他已經是野獸了 他也不是人了 他不是巨人你知道嗎 喔那我知道了 凱烏斯大概這樣吧 對對對 但是這個情理之中 因為我其實有猜到凱烏斯一定有 因為畢竟還是巨人 光種族就不是同一個那個 領域了 但是呢 凱烏斯好在他的溫情 就是溫馨然後又溫柔 對是一個非常體貼的情人這樣子 好那我大概已經盤點出來了 就有我自己的喜好班 我們娛樂性子啊 以我喜好為主這樣子 那我們來一一呢 跟大家宣布一下 2021年 賓友大賞金雞獎得獎的名單 第10名 狼與狗的時間 李莉 恭喜李莉 讓他為我們講幾句 他現在是個平凡人 我跟你講 再來第9名 危險便利商店的大叔 第8名 就是我們戀人穿梭的Alpha 我們的鄭泰憨 再來呢 是我們偏偏當中的師傅 那第6名呢 就是我的警察先生小禁 再來我們前五名的名單公布了 我們的第五名就是我們的 日色倦相的馬修 我們學習能力非常厲害的 第一次開包就不得了的 嗯 雖然技巧很差但是呢 盛在寶特瓶尺寸 好OK 那再來第4名 那再來第4名 開破關也就是 un or off的 姜李氏 姜還是老的辣 對 這個已經是頂到自己的位的感覺 再來我們前三名的話呢 2021年 奪登我們的前三名寶座的 第三名就是我們 巨人組的新娘的凱烏斯 巨人果然是很厲害的 再來第二名 就是我們的 怪物與野獸的科福 很強欸這個很強喔 這個蠻厲害的 但是它冰冰又很純情 我個人是蠻吃它的反差萌的 最後呢 2021年的金雞獎 第一名呢 我決定頒給 MADK的 貝希爾德 恭喜我們的貝希爾德 如同鞭子一般的長度 還有伸縮自如的一個 彈性在 對人是覺得呢 這如果是一個絕招 它可能會讓 難怪可以穩坐南昌的寶座 只能這麼說了 連惡魔都要指定它 看它有多厲害 絕對是實至名歸的 好 那以上呢 我們的金雞獎的頒獎典庭 就到這邊了 不過今天呢 就是這十位介紹的排名 然後有得獎的人選呢 是不是都是你們心中 所想的那幾位 當然呢如果說你們心中 還有自己覺得 天啊怎麼都沒有上榜呢 想要在明年2022年之前提名它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雖然我不知道我們明年2022年 會不會有這麼荒謬的獎項發出 如果大家留言夠熱烈 然後這支影片如果突破五萬觀看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下2022年的版本這樣子 金雞獎 歡迎提名 記載與你有約 我們2022年的金雞獎再見 這支影片呢希望大家會喜歡 不要忘了幫我按個讚 然後並且訂閱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是Nikki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